北市府现在首度公布了一份民调 有将近七成的民众都反对核四 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呢 郝罗宾可以来举办民调 也被说难道是要打行政院长江一画一个耳光吗 拿出最新版的核四说帖 里头一问一答 看起来有条不问 但其实根本就是什么都没说 这个手册啊 真是白印了 浪费公帑 四大皆空的手册 是不是 来看看这本核四说帖 行政院花了12万元左右印制 但像是核四安不安全 只以会请国外专家学者来鉴定 核费料要倒在哪里 内文说还在找 以猜测来说明缺点问题 而电费到底涨不涨 却是只字未提 我想委员的根本充满了 事实有一些出入 行政院核四说帖 内容成了作秀文 自家立委用官方网站举例 说官员网站上自称有哪首歌 但现场却是唱不出来 根本就是欺骗民众 行政院内阁介绍 是不是这都是青菜瞎下 幕僚写都不是你们自己都没看过 也不会唱也不会写 也是像张部长 像幕僚帮你写 我真的拿手 但是我只能在吃完晚饭和唱 只能像吃完晚饭唱 现在没有吃饭 没有力气 我们是看场合了 江一话忙打原场 官员脸色尴尬 不止自家人炮轰 就连台北市长郝龙斌也出招 台北市政府首度公布了 核四议题民调 如果明天就公投的话 71%的台北市民会出来投票 其中很高达66%的受访者 同意核四停建 不得运转 关键时刻 郝龙斌刻意举办民调 不仅打了江一话一巴掌 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 预先铺路 三立新闻 刘禀佳人民月台北采访报道